一 二 三 要來公布寶寶性別啦 懷孕滿30週的趙小喬 過去一直努力調養身體 與老公流量左積極求子 一路走來親友及粉絲們 都看在眼裡 平平為兩人打氣 而成功懷孕的趙小喬 也在日前舉辦派對 公布寶寶性別 現場氣氛是感動眾人 我超怕的 好 來準備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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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三 楊潤在哭了啦 我濃色比較多耶 女生啦 對啦 他都已經在哭了 楊潤要被淚啦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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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楊潤 好爽喔 楊潤要被淚 楊潤要被淚 楊潤你哭什麼 楊潤你哭什麼 楊潤太爽啦 就是在路上看到那種笑 楊潤就覺得 楊潤自己會有個妹妹覺得很爽 真的 你看楊潤很誇張 他在IG都追蹤人家那個妹妹 天啊 是妹妹啊 楊潤啊 楊潤啊 好棒喔 天啊 你看都是粉紅色 你現在手 我剛剛好緊張喔 終於知道 七月 剩下來的是 妹妹 對啦 對 這沒有啦 快弄掉了 天啊 小公主耶 YA 好可愛喔 點點寶寶耶 你看那麼幸福 大家都對你很好耶 大家都送禮物給你 妳還沒有說為什麼要叫他點點寶寶 因為這一路上來真的是 接受太多人的幫助 真的很感謝 所以我很希望我的小孩可以 帶著很感恩的心情 對 對 然後我覺得他是 不管你信什麼宗教 我覺得就是一個祝福 神的祝福 都沒有很多宗教 但無所謂 就是真的是恩典 然後所以我就叫他點點寶寶 然後我很希望 他以後的名字裡面有個恩 就讓他知道要感謝大家 因為真的這一路上太多人幫 我們真的 也希望這一切都能 把我們的好運也好 然後我們小小的努力也好 都能有更多人的真相 跟他的祝福 祝大家欣賞事成耶 真的 然後媽媽說我的話很大 所以我不要換大房子 你哭什麼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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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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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